蔡英文在民進黨的中常會直接下令說 如果重演2008年二代 他就是一個失敗的黨主席 然後媒體點名 英系事實上北北桃要點三個人 一個是陳建仁 一個是林家榮 另外一個是陳時中 泰芬姐姐怎麼看這樣的人選 其實陳建仁我認為 你知道蔡英文其實他就是在下棋 我認為在蔡英文的棋盤上 陳建仁絕對不是市長級的人選 因為大家想想看 在上一次他選總統的時候 陳建仁是副總統 那他選連任的時候 因為賴清德的挑戰他 所以他才勉強把賴清德拿來當副手 陳建仁是被勉強放棄 如果不是賴清德的話 他還是副總統 所以如果說你要問我 我會認為說在蔡英文的棋盤上 陳建仁的分量是非常重 絕對不是市長級 我覺得他有可能 行政院長你有沒有想過 對 有可能 然後2024我覺得絕對有可能 但是他如果要選2024 他一定要先入閣 對 或者阻閣 然後經過那一程以後 他就很名正言順 所以我覺得市長應該不是他 那再加上陳時中 那我問你喔 你覺得市長不是他 但是如果他跟蔣萬安的民調 事實上是有挑戰 有PK的程度 你說陳建仁 陳建仁你知道 他的型跟個性 我覺得跟蔣萬安有一點像 溫良公儉讓 對 都比較溫良公儉讓 然後不亂說話 不像柯文子 就亂講一通 錯了就錯了這樣子 大家笑一笑就帥 他是比較謹慎 謹慎的醫生 那蔣萬安是謹慎的律師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行也好 個性也好 我覺得都有一點像 如果他們兩個真的話 可是問題陳建仁本身的意願 我不認為他有意願 要選台北市長 我覺得意願也很重要 就像陳時中 我們真的把他丟到桃園 他的民調真的很高 可是問題他自己個人的意願 一定是台北市 那林佳龍當然也想台北市 可是每次民調 他可能跟陳時中對的時候 他比較領先 可是你看三喀都的時候 他都在後面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難 這個東西大家會這樣猜 那你說大人哥 我絕對認為他的份量 絕對不是施掌級 那你說現在你要問說 蔡英文會怎麼盤 大家真的不要低估 蔡英文的本事 你知道我覺得他 也許看起來不是那種 很強悍的 但是他的心思非常細密 而且他的那個布局 你看他一個人在那邊關底 一個人冷冷的在那邊處理 我認為他的心思細密 你看他這一次擺那個疫情 比如說陳時中 他做那個指揮官 很多人批評啊 可是他一直撐到現在 蔡英文也力挺他 我覺得他用人 還是有他的那個本事 所以我從來不 我跟很多人講 不要低估蔡英文的本事 那如果陳建仁占台北市 占蔣萬安 或者陳時中占蔣萬安 你覺得差別會在哪裡 差別是吧 可是我覺得那樣很難說 因為蔣萬安就是說 如果只是他一個人在打的話 他當然不是對手 因為民進黨我覺得最厲害 就是他整個團隊 你知道你看他這一次 那個四個公投案 只要蔡英文一聲令下 就是縣市局 所有人通通都上場打仗 縣市局的民代 這個中央的民代 縣市長全部都站在台上 國民黨沒有啊 國民黨就是 袁寬恒一個人在打 然後打選舉 那同樣那四大公投也是 國民黨根本沒有任何 有任何組織 所以如果說陳建仁跟蔣萬安的話 蔣萬安如果落到最後 也是自己在單打獨鬥的話 當然不是他對手 所以你認為蔣萬安有可能變成 銀框恒2.0嗎 蔣萬安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的問題就是 鎖定是蔣萬安 可是蔣萬安你講他如果說 講他好的面的話 就是很小心謹慎 因為是法律人 然後這個 但是個性保守 你如果講缺點的話 就是說你根本沒出息嘛 很軟弱 因為你看人家問他什麼問題 他都不敢正面答 不敢正面答的原因就是 可能他也不知道對手是誰 對 可是他現在最明顯對手就是黃珊珊 所以他是只敢批說藍白河不是 然後是要全民的這個黨 那你說今天藍白河 比如說柯文哲好像聲勢很大 可是就是說最後投出來有沒有那麼多票 真的不知道 因為你看每次那個縣市長的那個 施政成績他每次都墊後 如果你在台北有那麼高的聲望的話 你不可能墊後 老百姓的滿意度也不會這麼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所以他的知名度並不一定轉化成他的支持度 而且現在以前沒有說去看聲量 現在大家除了民調還去看聲量 那聲量看起來當然柯文哲得很高 所以我覺得現在看聲量是不是準 我覺得存疑 如果比聲量的話 韓國瑜老早就當選了 他那個聲量有多高 所以那個Yahoo的民調 就是那種民調跟聲量我覺得不足值